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准备喝 竟然有条细细长长的管状的东西从嘴里伸出来 这是什么 你小心翼翼地再次伸出那条奇怪的东西 没错 这条像蠕虫一样的竟然真的是大食以兽的舌头 这条舌头可真长啊 足足有六十厘米长 差不多是一个小VV的长度了 你还没有回过神来 这条舌头已经来回伸缩了无数次 好奇的你找到电子手表 开始计时 一分钟竟然来回伸缩了一百四十次 这可太厉害了吧 肚子有点饿了 桌子上有妈妈准备好的小饼干 一不留神 舌头已经触碰到了 只是碰到了那么一点点 饼干已经在你嘴里了 大食以兽的舌头 粘性好强呀 如果能一直拥有这条舌头 那可太好了 躺在床上就可以吃到美食了 可是妈妈说过 千万不能躺在床上吃东西 不然会噎着 不能呼吸的 而且还会把床弄脏